疫情逐渐趋缓 宜兰开始出现人潮了 民众纷纷出来透透气 风景区也因应防疫的规定 进行了人潮车流的管制 宜兰的清水滴热公园 温泉池旁边 有许多民众等着用温泉水 煮温泉袋还有玉米 但是因为防疫的规定 今天早上11点15分开始 入园的人数和停车位降载 只开放一半而已 车流也进行管制 等着入园的车潮是大排长龙的 提醒您 如果想要来这里 建议先确认一下 排队的最新情况